《圣经》 《圣经》 大家怎样 刚才那篇道太猛了 所以现在要温和一点 在这一刻我特别要讲到 我们基督徒成圣的道路 但是我要从神的这两个硬币两面的属性 慈爱和公义来讲起 各位我这么说 当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 这并不是说 神减少祂的属性里公义的成分 但是我们人 为什么常常会有这样的认为 这样的体感 特别我们人性的软弱 常常叫我们 一讲恩典的时候 我们就忘记公义 我们向这个人施恩 我们就偏待他 对吗 有些人如果喜爱另外一个人 他就真的观一之言 闭一之言 要不然 有时候 我们向一个人很生气的时候 我们要追讨公义 我们就向他无情 没有恩惠 这是我们人心里面的 有限和软弱 但是神不是这样的 当神向我们显慈爱的时候 他并不是没有公义 他向我们显公义的时候 他并不是没有慈爱 了解吗 有些人看到 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心里面就 这是神的爱 他看不到在十字架上 有上帝的公义 在十字架上 有没有公义 公义在哪里 公义就在上帝的震怒 临到他儿子身上 因我们的罪 他刑罚他的儿子 叫他的儿子承受 那个罪的代价 这就是上帝公义的彰显 但是在他的儿子 一刻一刻 承受神公义的震怒的时候 神公义的愤怒就 渐渐消散 然后最后 就向他的子民 显出完整的慈爱 这就是十字架的智慧 世人没有办法测度 但是在我们得救的人 这是什么 神的大能 那么当我们理解 这个十字架的道理之后 那我们对 我们得救的人 要理解一个全面的真理 就是 神的公义 其实不是叫我们要惧怕 神的恩典 也不是叫我们要践踏 当神向我们施展 祂公义的管教的时候 圣经怎么说 你不要灰心 因为神所爱的 祂必管教 神对我们圣民的管教 绝对不是摧毁我们 乃是叫我们 在祂的圣洁上有份 能够结出平安的果子 神管教我们 是为了之后 祂再次能够向我们施恩 对吗 就好像有时候 我们折打我们的孩子 管教他们 我们盼望的是什么 祂回来之后 我们能够拥抱祂 对 神也是这样 但是在另外一个角度 当神向我们施恩的时候 那个不是叫我们 践踏祂的爱 然后去满足自己的肉体来活 神乃是要让我们 看见祂的大而可畏 因为祂的恩典临到我 所以叫我恐惧战惊 做成得救的功夫 Amen 所以 教我们这个人 我们真的在神的面前 上帝这明白 祂硬币两面的属性 公义慈爱 是能够在福音里面结合起来 那也是我们基督徒 成圣当中的 最重要的一个根基 你的信仰 偏哪一个方面 你就在成圣的道路上 不完全 各位 当你这个方面 不完全的时候 你就不太明白 神的旨意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有的人说 为什么我们基督徒 要走成圣的路 我们得救就够了 为什么要效法基督 为什么要行善 为什么要行 神叫我们预备的善 各位 我们这个主题讲到神的恩典 神向人施恩 罗马书五章二十一节 因为恩典借着义 在我们里面作王 再讲一遍 恩典借着义 在我们里面作王 恩典不是叫罪作王 恩典不是叫肉体作王 恩典借着义 在我们里面作王 所以恩典 是将我们指向神的义 没错 基督把祂的义归算于我们 我们在神面前 得以称义 对不对 但是得以称义的生命 也是重视神的义的一个生命 不是要满足肉体活 所以我们在这点上 我们大概会知道 这个神学理念是这样 没有一个人是能够践踏恩典 恩典是把我们带到神的义 跟喜爱神的义 跟遵从神的义 诗人说 我喜爱神的义 蒙受恩典的人是 喜爱上帝的圣洁 但是我们现在 在这点上 我们面对一个难题 就是 即便恩典借着义 在我们里面作王 但我们还活在这个罪身 我们还有这个罪性的时候 我们自然的倾向 也很容易的倾向 就是会践踏恩典 所以我刚刚说了 我们人最容易的就是忘记恩典 失去恩感 我们以其恐惧战兢 做成得救的功 我们常常看自己的样子 就消灭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感动 我们就会将恩典当作理所当然的 然后就慢慢懒散起来 整个信仰不追求前进 在成圣的道路不长进 很多时候 我们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 听了福音 知罪了 接受恩典 心里有恩感 认真的跟从主 但是不到一下子 忘记恩典 然后就被很多的思虑愁烦惨美 所以恩典的功效 绝不是叫我们停留在得救而已 很重要的观念 没有一个真实的神的恩典 是叫我们停留在得救而已 圣经你翻开来 没有一句话是讲这样的 恩典一定叫我们越来越爱神 越来越顺服神 一定把我们带到 很重要的一个实践的信仰里面 实践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保罗每一封信里面 你会发现 保罗讲完了神救恩的恩典之后 他一定下面说 你们行事为人 当于蒙昭的恩典相成 有没有 有没有实践 你的行事为人 现在恩典不但叫你得救 恩典不但叫你从水中救上来 叫你怎么活 叫你怎么荣耀神 跟从神 各位 行事为人 当于蒙昭的恩典相成 哥罗西书三章十二节 你们既是神的选民 圣洁蒙爱的人 蒙受恩典了 对不对 下面什么话 就要存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有没有发现 恩典产生的功效是什么 不是停留在得救的 它产生出来的功效 叫你追求神的义 喜爱神的义 叫你心目中 结出仁义的果子 对不对 加拉太书五章十三到十四节 你们蒙昭是要得以自由 我们都喜欢自由 自由跟恩典就有关系的 但是不要将你的自由 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 总要怎样 用爱心互相的服侍 爱人如己 对不对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后面的话 都是这样 所以任何讲到神的恩典的教导 如果没有清楚地讲明 这个实践的部分 没有清楚地教导这个部分 不将顺服神的那一块 活出神的义的那一块 讲清楚的话 那个其实是一种 潜在恩典福音的教导 这也是当今教会 现在慢慢走向的这种教导 可能教导里面 不会有讲到恩典福音这个字 但是那个讲到的路线 它要灌输给听众的思想 带来给听众的心境 那个是走向这个恩典福音 那是一种 那是一种 另一种福音 那是另一种福音 那不是福音 另一个福音 所以这是 在当今教会里面 最其中一个 我觉得最有危害力 好像对 却不对的教导 所以 士不正牧师讲一句很重要 他讲什么叫 辨别的恩赐 辨别 The gift of discernment 不是把 对和错的辨别出来 乃是把 对的和差一点对的 辨别出来 各位 听得懂这句话吗 What is right and almost right You must be able to differentiate 这个你能够辨别 对和差一点对 所以 保罗 给教会的教导 是最平衡 最全面 最全备 他说我要把神的道 传到全备 他绝对不会给人 一半的真理 他把福音讲 他把恩典讲 恩典所带来的功效 恩典所带来的成圣 他有清楚地讲明这个东西 所以在这一课里面 我特别 这方面要勉励大家 既然我们这一次的特会 一直在用罗马书 我就 干脆就用罗马书就好 我们大家翻开 其实我用哪一卷书 我都可以讲这篇道 罗马书十二章 各位看 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十二章第一节 我们很清楚的话 十二章第一句话 前面两个字 什么 所以 我们都知道了 各位都是看圣经的专家的话 就会知道 常常我们圣经出现这个 所以这个字 你一定要从上下文 要看 怎么连接起来 所以罗马书九章到十一章 其实一句话来讲 就是后面十一章的结束 十一章的结束 因为万有都本于他 依靠他 归给他 荣耀 归给他 直到永远 阿们 所以这里讲什么 万有 其实之前是讲救恩 对不对 但是最后 保罗带出一个赞美 不管是救恩 不管是 这个世界的每一件事 时空里面 时光里面 每一件事 万有里面 一切 本于他 依靠他 归给他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一切的事 在神命定里面 如果有一件小事 神没有命定 那个小事 Jonathan Edwards这样子 如果有一件事 一件小事 神是没有命定 他失控制 不在他的指控之下 发生 不在他的允许之下 发生 那件事 最后会影响到 神的全盘的计划 甚至影响到你的救恩 甚至这样讲 所以他是神 他有绝对的主权 他使你 他实行救恩在你身上 他带领你走成圣的路 一直到你走完 今生的道路 所以灵魂得救 生活得胜 身体得数 一直走完 一切本于他 依靠他 归给他 那你知道了 这么伟大的神学之后 你要做什么 现在每一次 保罗的讲道 是一定有回应的 所以你们要做什么 所以这句话出来了 对不对 所以 第一第二节我们一起来 弟兄们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 当作活迹 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事奉 是理所当然的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 存全 喜悦 基督徒的实践信仰 就是从这两节开始 你们可以继续读下去 我也把罗马书的系列 都已经讲了 你们要听的话 可以去听 但是这两节 是一个实践信仰的 关键经文来的 所以各位 这个关键经文里面 我们好好的考究 我们明白 神要跟我们讲什么 神的恩典 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生活里面 产生的功效是什么 保罗说第一句话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慈悲 其实讲的这个是mercy 怜悯的意思 各位 这次主题是什么 神说我要恩待谁就恩待谁 怜悯谁就怜悯谁 对不对 所以我们是不是蒙神怜悯的 所以蒙神怜悯的人 保罗现在说什么 我以神的怜悯 我以神的慈悲 怜悯一句话 劝你们 为什么保罗要这样讲 各位这句话就说明 保罗对整个应用恩典的掌握 应用恩典的掌握 保罗没有说 我以神的律法告诉你们 保罗没有这样讲 保罗也没有说 我以神的命令来要求你们 每一个人要这样做 各位 没有 为什么保罗用 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这个慈悲怜悯 各位 那个的精神是什么 那个精神是 是 改变你的心 软化 柔软你的心 对不对 它不是挟制你的 它不是使唤你的 强逼你的 恩典是 感化你的 鼓励你的 催避你的 弟兄啊 你要走圣洁的道路 弟兄啊 你不要走犯罪的路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保罗让我们看见 若我们要走圣洁的路 各位 我们需要被劝 被劝 各位 这里当中有没有小组长 有没有牧者 有没有常常教导人 要帮助人 喂养牧养人的 各位 你要学保罗 以神的慈悲 劝你们 人需要被劝 各位 孩子长大的时候 越长越大 他的理性 就是越来越成长 对不对 心慢慢有体感 但是他还到一个 他已经长到一个地步 不懂事 但心里面可以感悟到很多的东西 想体验很多 但是他们不懂事 那个时候你要懂得劝他 你凶他 你命令他 你看他听不听 他就等18岁离开你 去读大学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各位 劝 所以你凶他 命令他 不对 你不要管他 让他去 他已经大了 也不对 要什么 劝 劝他 以神的慈悲 劝 他不听怎么办 怎么办 再劝 各位 感谢主 你们抓到了 神有没有劝一次 没有 一直在劝 一直劝我们 各位亲爱的弟兄们 要记得人的心 是被劝服的 人的心是不能被使唤 你使唤他一次 两次 他跟着你做 心没有变 劝到他明白 劝到他赞同 OK 劝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也是牧养学里面 很重要的东西 各位 真的 你要人苏醒起来 你要人苏醒 你要劝 你慢慢劝 他的心柔软柔软起来 你会看得到 救恩临到一个人 当然是圣灵的工作 变化 对不对 他整个人更新了 他悔改 归向主 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 但是每次牧养的时候 不是 这个不是这么容易 如果像你实行救恩这样就好 人马上改变 我多么希望我的孩子 睡一觉起来改变 我的配偶睡一觉起来 他的脾气改变 各位 不是这样容易的 你要明白 一声来劝他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然后劝什么 这里很重要 这里 在这个实践信仰里面 有两个很重要的东西 第一个是讲到什么 你的身体 第二个讲到你的生活 第一节讲到身体 第二节讲到生活 就是这么简单 我就给各位两个东西 你们思想 怎么说 将身体献上 当做什么 活祭 为什么是活祭 各位 神不要死祭 神要活祭 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 同活了 有没有 不是死的祭物 活的祭物 活着 但是能够献给主的那种祭物 所以这个祭物 也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 那种活泼 敬拜活泼 这个东西 之后 不是 你活泼完 圣经怎么说 你或吃或喝 无论做什么事 荣耀主而主 有没有发现 神要的是这个 活的 24小时的 继续活的 这个活祭 可能又软弱的 有时候会跌倒的 但是还是能够被教训 又再次活起来 对 刚刚我们讲 撒底教会 什么 死的 有没有 现在要活的 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将身体线上 当作活祭 将什么线上 再问 身体 我特别写这个字 为什么 身体 实践信仰 讲的是身体 不是只有留在心灵 乃是被心灵推动的身体 你一定要讲到这个地步 保罗说 Your bodies 这个身体 这个肉身 你说什么话 你做什么事 你去哪里 你结交怎样的朋友 你怎么处事待人 行事为人 这些重要不重要 重要 所以不能只有留在心灵 不能留在心灵 现在很多流行的那种心灵信仰 所以有什么问题呢 做不到就是去找心理学 就是用这个 其实一直在心灵 心灵 心灵爱 心灵悔改 心灵都是在心灵 各位 那你永远没有走到罗马书十二章 永远还在十一章 赞美心灵 开口唱 对不对 教会来什么 教会不要zoom 来到实体聚会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COVID过后 完了 你实体接触 重要不重要 绝对重要的 绝对重要的 你不管怎样的视频 现在什么元宇宙教会 在视频里面 受洗 什么 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乱七八糟 各位你要守圣餐 你们要在一起 When you come together 格林多前书 十章 When you come together Come together 为什么 你们在一起 教会是什么 教会是 Ecclesi被召出来的 教会的另外一个名字 也叫 Synagoge Synagoge是 Come together 当你们在一起的时候 所以 疫情只是一个暂时 暂时神炼进教会的过程 但是 一可以相聚 圣徒要 涌进教会 你来到肢体生活当中 然后你怎么过 肢体生活 你的表情重要不重要 重要 你彼此的谈吐重要吗 你对待彼此的那种尊重的表态重要吗 有些人说 不是 我说话是直 但是我心不坏 有没有 我说说罢了 我说 我讲话就是这样 但是我心里不是这样 各位 圣经没有这样讲 圣经说 我将身体献上 嘴巴讲的 表情表露的 手做的 对不对 这一切 身体献上 然后主说什么 这个身体是圣洁的 是神所喜悦的 这句话就告诉我们 神不但看我们的灵魂是圣洁 祂所喜悦 神也看我们的身体是圣洁 是神所喜悦 如果神只是喜爱你的灵魂 那祂在灵的时候 就不用给你一个身体 各位有没有发现这个东西 你就像鬼魂一样 飘来飘去 这样就好 对不对 灵体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创造里面 就是两个层面 看不见的存在体 然后有看得见的存在体 我们主耶稣 批带人性 然后祂复活的时候 也是有人性来复活 对不对 复活 坐在宝座的右边 永远披带人性 那个样式 现在在宝座的右边 为人带球 所以各位 不要小看圣徒的身体 你的身体怎么管理 你的身体怎么用来荣耀神 很重要的 你心灵里面的东西 你旁边的人看不见 你心灵很爱另外一个人 但是你没有表露出来 你没有说出来 各位没有用 夫妇两个人 你不要只有我心灵 他应该懂我 他懂我 No 你的身体怎么对待他 你的话 讲什么话给他 你的什么表情给他 这些东西 夫妇生活里面 你要记得 可能你的失败 就是你一直把东西 放在心灵里面 所以你说他应该了解你 其实他对你很多误解 因为你没有说 你没有举动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身体层面很重要 所以很多的信徒 就自欺里面 是把整个的信仰的东西 就留在心灵里面 现在也 这个时代 什么都是WhatsApp 什么东西都是 手机发信息 甚至到一个地步 不喜欢讲电话 有时候我打电话给我的孩子 他不接 我WhatsApp他 他就回应 为什么我打电话给你 你不接 连这个声音 现在让我听到 好像讲不出来 有时候现在年轻人是这样 很奇怪 WhatsApp马上 比谁都快 连要听到你的声音都难 接触 看到的时候 也是 有时候现在判手机 各位有没有发现 各位已经不重视身体 不重视人的 那个实体的那个时代 是危险的时代来 这样的时候 你就发现 讲不了成圣 讲不了成圣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从什么开始 我现在讲这些话 你的身体是圣洁的 神所喜悦 虽然有时候 这个身体会犯罪 情不自禁 立志为善 由得我 行出来由不得我 但是荣耀神的地方 也是这个身体 所以信仰要从心灵 走到身体 这个层面 这个层面非常重要 然后另外什么 现在讲生活 生活我们来看 第二节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 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各位 不效法 世界 各位 哪一个字 是各位 要注意的 世界 不要效法 难不难 难了 我们都生在 今世的风俗 对不对 各位 当圣经讲 这个世界的时候 你们要明白 这是讲什么 不是地球 圣经讲世界 不要爱这个世界 世界是敌对神的 一个秩序 世界秩序 你明白吗 The world system 在这个世界里面 你会感觉到的 有人的意识形态 这个世界里面 人的思潮 人的生活 举动 Behaviour 现世世界 流行的东西 世界里面的 Norms 价值观 这都是一个system 它这个system 怎样 它怎样套在你身上 使你 无论想什么东西 追求什么东西 喜爱什么东西 就是在这个system 这个范围 这个秩序里面 所以各位 你会发现 每一个时代 每一个age 不同的时代 有一个世界 围绕着我们 What is popular 大众人追求的是什么 比如说 年轻人 他们 有一种 你看 有一种观念 这句话不能讲 我的孩子 妈妈妈 不能讲这句话 不然你会被cancel cancel 我以为cancel是 写错字cancel 现在有这个cancel culture 对不对 这个就是世界的 世界的system来的 你怕被cancel 有些东西在网络上 不能写 各位有没有发现 因为有这个cancel culture 以前是什么 很久以前 YOLO You only live once 对不对 你只有活一次 所以这个理念 一来的时候 你只有活一次 你尽量享受 尽量放纵肉体 这个是后面没有讲的 但是有一个culture 有一个system 有一种思潮 在那个地方 年轻人 就是 我每次教导我的年轻人 你们在这个思潮里面 你们有没有发现 你们说 没有 我们不要跟从世界 对于我们不要效法世界 但是你们 想的 做的 选择的 就告诉我 在受这个思潮控制 各位有没有发现 这个就是 当一个人 要走成圣的路 他要知道圣灵的感动 神的旨意的时候 他最大的一个仇敌 就是这个世界 这世界里面的system 所以各位 你要荣耀神 你一定要有一个 你要逃避 你要远离的对象 就是世界 如果今天教会的信息 是世界的信息 教会带出来的理念 跟世界的意识形态 不太有分别 教会绝对不能荣耀神 不管讲得多好 绝对不能荣耀神 教会现在已经 讲台 已经交给什么 有些时候 请心理学博士来讲道 就是请这些外来 有些人就是辅导家 没有信主的 也可以这样来讲道 就这样的人 他们站上教会的讲台的时候 他们灌输什么思想 他们会高举基督吗 不可能的 所以这个教会一步研究 就把讲台交给世界的时候 整体教会就变杀底教会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不要效法世界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 要什么 心意更新变化 各位 心意第一次的更新变化是哪里 你重生的时候 对不对 但是你的心意要继续更新 要renew your mind to renew 各位 你要从哪里变化 要从哪里更新 神给你这个理性 这个理性功能 这个mind 从哪里更新 借什么更新 神的道 就是这么简单 对不对 一定要有神的道 神的真理 真理 从真理 神的道要得到新的思想 新的意念 新的 我们人最宝贵的东西 就是这个理性功能 你懂什么 你做什么 你懂什么 你判断是非的基准 就在那个地方 你就会做什么 所以这个世界 为什么现在越恐怖的东西 就是AI 为什么 因为 这个什么情报来 我给你一个情报 因为人 这个世界知道的 我控制你的mind 你的思想 下面 你做什么 想什么 我都会知道 所以AI就是这个用 因为知道 这个AI对猴子没有用的 你明白 对狮子没有用的 对人绝对有用的 你要掌控这个世界 你就要掌控情报 你要让这个情报 去到怎样的人的头脑 形成他的思想 你就能够控制人类 所以这个 你的renewal of your mind 今天 很多信徒的失败就是 没有以更新的心意来活 没有以更新的心意 就是靠什么活 靠感觉来活 人说什么 信什么 新闻说什么 信什么 所以你的心意 一定要借着神的道 降福与基督 这何等重要的事 这个心意 最后为什么这么重要 我讲完这个部分了 因为 这个心意 在下面 有一个 你要得到圣灵的感动的时候 有一个很重要的功夫 就是什么 这两个字 什么字 你一定要懂得查验 查验何为上帝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 这个查验的功夫 查验 不是合乎世界的 不是合乎世界的风俗 你要查验 但是你这个心没有更新 你怎么查都查不到 怎么查都查不到 所以很多的人 他的心意 没有被神的道更新的时候 他想什么 分析什么 都是从世界的角度 所以他说 我圣灵感动我 你的感觉来的 他说 我觉得教会应该这样做 你的野心来的 对不对 你们明白吗 所以在这个查验 要发生之前 你先要知道 你不能效法的 那个对象 就是世界 另外 你要借着神的道 被更新 有新的思想 新的理念 得着之后 那时候我们人有体感 我们一接触到什么事情的时候 我的感觉 叫我查验 分析 这是神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 这很重要的 我们信徒 不要走神秘 不要走神秘主义 你走神秘 是因为你不懂得查验 所以不懂得查验的人 整天就是等 神给我梦 或者要看到什么图画 或者叫什么先知来给你预言 因为不懂得查验 圣经已经讲了 你要查验 何为上帝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 那这个功夫你学不到 你当然就是进到很多那种属灵神秘的东西 来一直要得到一些很特别的启示 特别的感觉 所以我跟各位说 教会界里面这些很多的东西 我们讲属灵恩赐的时候 有时候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问题 有些时候 我对有些弟兄姐妹问我 不是你最方言的东西 我跟你们说 这是神赐给人 所有恩赐里面最小的 但是教会把它普及化 尤其是灵恩教会 每个人都要讲方言 讲方言就属灵 讲方言就心里被造就 各位 你的灵命成长到一个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这个最小的恩赐 原来是造就你的 后来有一天你发现 使你更蒙恩 使你更明朗 是你能懂得查验 何为上帝 善良存全可喜悦的旨 当这个东西 你一掌握到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 不需要方言也可以的 你的灵命已经成长到 很成长的地步了 为什么 我要回去讲方言 有时候是你自己学讲的 有时候你觉得 这个东西我依靠它 其实你心意被神的道更新 然后你心里面遇到一件事情 你有理性功能 你查验 何为神的善良可喜悦的旨意 那时候你就发现 你的忧愁 你的无助就会离开 不需要一直进到那种属灵的恩赐 来给自己有个特别的感觉 特别的亮光 不是这个东西的 我不反对恩赐 但是我反对 假造的恩赐 我也反对那些 不能叫人真正成长的恩赐 有一些恩赐已经停了 你要停 有些恩赐神 叫不用再做了 你要停 有我教会 一个姐妹 她说 牧师 我是每次 因为她是从五旬教会背景来 所以她一辈子就是教会教她 学讲方言 看图画 看幻象 这些东西 所以她已经灌输进去了 她来到我们教会 受很多道的教导的时候 她说 牧师我很喜欢你的道 我在教会没有听到这种东西 我现在明白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 我每次一担心起来 我要祷告 方言就来 我不能控制 我一担心 我一想到我的孩子 我一担心就来 祷告不出 想不到 想不到 然后一定要祷告 就讲方言 就讲 后来 我就跟她说 后来我就发现 她这个现象的时候 我说 开始的时候 我说 没有错 你软弱的时候 圣灵给你这个方言 然后造就 但是我后来 我就一直观察她 我就观察 这个姐妹不想 她不用头脑想东西 你们明白吗 好像你担心的时候 你担心要怎样 祷告 交托 对不对 然后神给你平安 平安之后 圣灵给你感动 然后下面要做什么 你要查验 对不对 因为人是要活的 人不是 你讲的方言 我心里安了 OK 好了 你的问题解决 没有解决 你的孩子 跟你有问题 你还是要查验 我要怎么教导她 我要怎么养育她 我要懂她的性格是这样 我要怎么跟她讲 从什么角度讲 你要查验 对不对 夫妇生活 为什么我每次 一样的东西吵架 到底为什么 每次吵架 我就很烦 我就祷告 祷告不出 我就讲方言 对 这个你永远没有学到 什么叫顺服 什么叫顺服 在哪方面顺服 在哪方面帮助她 在哪方面跟她亲近 你的配偶 没有 所以关系没有成长 只有靠一个 暂时维持自己的 一种心灵的欠缺里面 然后就一直 用这个属灵的恩赐 其实有时候 这个恩赐 不停 你一直靠这个 你真正的 用神的道来洗尽 使你的理性功能 开启 良知功能 判断是非清楚 然后能够 结出仁义的果子 使荣耀归给神 这个没有到这个地步 就是一直留在那种 模模糊糊 模模糊糊 所以来的教会 这种人来到教会 就喜欢我们敬拜 赞美 我们等候神 模模糊糊 然后大家有问题 我们一起祷告 然后哭 模模糊 神释放我们了 然后出去 问题还是一样 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不是人 这个不是神造的人 神造人有理性功能 有心性功能 你的心被神的道更新了 你学用你的理性 来查验 但是你的理跟你的心 这个是结合在一起的 你不能说 你只有用一个部分 这两者结合在一起 明白神的道 受神的道里面的圣灵 来感动 教你能够在一切的事上 受祂指教 然后圣经说 圣灵指教你 会留下平安 主要说留下平安 那个平安不是世人所持 是主所留下的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些不能用 什么属灵的恩赐 来取代的东西 这是道和圣灵的结合 用你的理性 跟你的心性 来接触到的时候 这个时候你才会发现 对了 罗马书这里讲的东西 就是教我们 成为一个很通达有智慧的 懂得爱神 心中懂得爱神 理性很清晰 心里火热 抑制坚强的一个信徒 对不对 亲爱的弟兄姐妹 了解吗 这些话都是归正 归正大家的 我不知道各位来自的背景是怎样 但是这些话是很重要的 我一个一个讲 盼望我们都成为 一个懂得 什么叫把身体献上 当作活计 然后生活当中 懂得察验神 何为善良存全 可喜悦的幸福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主 我们感谢你今天 早上这段时间 主 给我们很丰富的教导 主 你的仆人 遵照你的意思 按着主 你给我的话语 主忠心的 诚实的 教导众人 求主 自己用你的话 来将 你的百姓的心 归回你 也让我们 若是我们的生命 或者我们的教会 处在一种很微弱 好像快要死的 那个状态 能够起死回神 求主帮助我们众人 我们知道 主怜悯我们 恩待我们 的那个证据 就是把你的道 拆来 求主 用你的话语 来洗净 我们的心 使我们软弱的 得刚强 受伤的 我们得医治 教我们今天 因你的话语而欢喜 感谢赞美主 祝福我们 接下来 下午继续 分享你的话语的时间 赐给大家 有灵力体力 感谢赞美主 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 得圣的名 阿们